各位在读传道书时会不会有点意外 因为传道者告诉我们 智慧与愚昧一样都是虚空的 但智慧不是人都应该追求的一件好事吗 为何说连智慧也是虚空的呢 这样人还需要寻求智慧吗 我们先来读传道书第二章 我转过来观察智慧、狂妄和愚昧 王的继承人还能做什么呢 只不过做先前做过的罢了 于是我看出智慧胜过愚昧 如同光明胜过黑暗一样 智慧人的眼目明亮 愚昧人却走在黑暗中 我也知道同一的命运要临到这两种人身上 我自己心里说 临到愚昧人身上的也必临到我身上 那么我为什么要更有智慧呢 于是我心里说 这也是虚空 因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 没有人永远纪念他们 在未来的日子里都会被人遗忘 可叹智慧人跟愚昧人一样 终必死亡 因此我恨恶生命 因为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都使我厌烦 一切都是虚空 都是捕风 正如我们一般人所想的 传道者也说 智慧胜过愚昧 若一个人是带着智慧来生活和处事待人的 他一定是强过一个缺乏智慧的愚昧人 最起码 智慧人的眼睛看得比愚昧人清楚 且比较晓得该往哪个方向走 相反的 愚昧人的眼目仿佛是被黑暗笼罩 分不清好歹 或许就走上危险的路 或是冤枉路 但是传道者也告诉我们 当人有太多智慧和知识时 那也未必好 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 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 确实人懂得越多 顾虑也变得越多 并且喜欢智慧的人也时常很好奇 什么都想懂 但偏偏在人的有限理性里 有许多事是人无法测透和想明白的 或是神暂时还不会让人领会的 而人若执意要找着每件事的答案 就像是在捕风 纵使用尽力气也不得所愿 但不管怎样 人有智慧总是胜过缺乏智慧 圣经也时常叫我们要做智慧人 而不做愚昧人 但这里也带出一个事实 就是智慧人和愚昧人都面临同一命运 那就是死亡 并且人离世后也不会长久被人纪念 或许智慧人今生的成就会比愚昧人多一些 或是比愚昧人活得更精彩 但是智慧人死后也会跟愚昧人一样 终必被人遗忘 死亡的现实 让人无论是智慧的或是愚昧的 都没有意义了 因为最终两种人的结局都是死 其实传道者要强调的并不是智慧不好 只是如果把智慧当成是人的希望 那只会叫人到头来铺了个空 因为人的智慧就算能解决一些人生难题 也不能解决人人都必死的问题 纵使智慧再好 也不能救人 不能成为人终极的倚靠 所以如果你没有神 没有与神和好 罪没有被神赦免 那么即使你有地上的智慧 也不能太高兴 因为人的智慧 属世的智慧不能解决人最根本的问题 智慧就如同这世上其他的好东西 如享乐、金钱、成就、好名声、老路得的果子 或人所带给我们的快乐 如同传道者所试验的 他们再好也是虚空 都不能带给我们长久的满足和真正的拯救 所以我们当得的结论是 与其追求智慧 不如寻求神 当传道者说 智慧是虚空的 这不代表我们就不该喜爱智慧了 传道者要说的是 人的智慧 属世的智慧 不能救我们 那样的智慧是虚的 但我们要寻找那真智慧 那能拯救我们的智慧 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总结说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 总义就是敬畏神 谨守祂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真言书九章十节也告诉我们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没错 真智慧就是敬畏耶和华 并谦卑的倚靠神 顺从神 这是跟人的智慧不一样的 人的智慧是高举人 倚靠人的 但哥林多前书提醒我们 人不可自欺 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 自以为有智慧 倒不如变作愚拙 好称为有智慧的 因这世界的智慧 在神看似愚拙 如经上记着说 主教有智慧的 中了自己的诡计 又说 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 是虚妄的 但是主耶稣基督 就是神的智慧 哥罗西书第二章三节说 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库 都蕴藏在基督里面 主耶稣的整个生命 都彰显了真智慧 祂是顺服天父 以至于死 祂是敬畏神 并胜过一切试探与罪恶的 那就是智慧了 弟兄姐妹 这世上再好的东西 包括属世的智慧 都是虚空的 若我们只有地上的智慧 却没有神 我们最终的结局 也是与愚昧人一样 都会经历死亡 都会被人遗忘 所以我们不要把盼望 放在人的智慧上 乃是要懂得敬畏神 紧紧跟随他 且遵行他的话 但愿神让我们越来越领会 在基督里所蕴藏的一切智慧 嗯 噢 怎么还要是